开始来关心刚刚提到的 惊险警匪对峙场面 西美市板朝分局警方 今天凌晨接获献报 有名34岁通气犯 就藏身在县民大道一段的饭店里头 还持有枪支跟毒品 警方前来埋伏 趁嫌犯准备开车离开时 上前要抓人 没有想到这嫌犯拒检 还加速冲撞警车 警方随即破窗 喷洒辣椒水 才把嫌犯给制服 警方大声贺令 要嫌犯下车 举件对方不肯配合 还继续坐在车内 就怕嫌犯再度冲撞 警方之后急破车窗 喷洒辣椒水 另一边远警也不敢大意 举枪对准车辆 因为早知道嫌犯也持有枪支 被拖下车强行压制后 警方果然在车内 搜到毒品和改造手枪 瓦斯辣椒枪 而这名嫌犯 其实因毒品案早被判刑7个月 发监执行却没到 因此遭到同期 赫令该驾驶 中南来下车 但是中南不从 而且紧闭车门 远警迅速急破车窗 喷洒辣椒水 将中南拉下车来制服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板桥区 当时警方掌握到嫌犯 出没在一家饭店内 凌晨3点多 发现嫌犯准备离开 上前拦查 只见嫌犯开车加速 冲撞警车 想直接落跑 但警员警力也及时挡住去路 让嫌犯插尺难飞 34岁的中性嫌犯 被逮后攻撑 枪局只是为了防身用 当晚是去饭店找朋友 没想到离开时 反被埋伏的警方 逮个正着 而通气犯涌枪持毒 又冲撞警方 这下不只被依法送办 也得直接入狱服刑 这个张被子张士奎 新闻的采访不懂